遇见上级船上碰到老冤家 我本想算计他一手 反而着了对方的道 使自己陷入危局中 叫吧叫不喉咙 也没人搭理你的 是吗 谁说没人理的 那我算什么 阿龙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我亲眼看到你在岸上的 怎么过来了 你跟十三有过节 我当然要防一手 准确来说是十三的主意 我跟阿龙姐约定好了 每隔半小时通一次电话 若时间倒没打过去 阿龙姐便会驾驶快艇过来 这叫双保险 你没想到吧 我牛皮吹得震天响 实则是搞砸了 备用方案启动 三主管又气又闹 吃染饭算什么本事 看把你能的 起码我有得吃 你有吗 还在那叫嚣 老子请你吃花生米 你敢乱动 随时抱你的头 不信试试看好了 行我认栽 我把人放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要么放下武器 要么赶你自己选吧 阿龙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在船上的人不少 你又能带几个人过来 三主管刚放完狠话 外面枪声响起 他的人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狙击手一枪毙命 好厉害的角色 可能下一个就是你 做出选择没有 我愿意交出武器 你可别乱来 把他们绑起来 带到甲板上去 待会我过来处理 三主管被带走 接着阿龙姐给我松绑 十三你伤到哪里没有 阿龙姐来得及时 他们还没有动手收拾我 大牛你怎么样 除了身上有点疼 暂时没发现大问题 你不是晕过去了吗 什么个情况 他们刚才打得太凶 我要是不装死 肯定会多挨打几下 不过是真的疼 你学机灵了 不错不错 人没事就好 我们没事 该森主管有事了 刚才他们打了几下 我可全数着 大牛是个记仇的人 准备收拾森主管 倒是与我的想法一致 随后我们来到甲板上 有些是说不准的 我在数分钟前 还是案板上的鱼肉 现在轮到你当鱼肉了 你可别乱来 阿龙我按照你说的 放下了武器 你怎么也得保我一命吧 我不记得做过承诺 刚刚你为了自保 才放下的武器 现在十三想做什么 不是我能管的 大牛渊有头债有主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要有顾虑 你让人打我 那我肯定要还回去 大牛面色发狠 按着僧主管一顿锤 打得咖哭爹喊娘 十三兄弟 你的人已经打回去了 大家扯平好不好 这次的是动静不小 我觉得该彻底清算 你不能杀我 要是我死了 这笔账得算在阿龙头上 我老板不会放过他的 别以为我们园区背后没人 阿龙姐是真的吗 他走我的路线 要是人嘎在我船上 麻烦的确小不了 你不用考虑太多 想做什么就去做 阿龙姐怎么实现没说 我本想找个借口 拿下僧主管 黑掉他的猪仔 现在有些麻烦 我犹豫了 没理由给阿龙姐惹麻烦 不过手中的枪并未放下 我到案后的街头人 身份不一般 他有地方武装背景 要是接不到这批猪仔 你会倒大霉的 跟你街头的是什么人 最好说实话 具体身份我不知道 他似乎帮克伦做事 身份还不低 十三我们惹不起地方武装 碰见最好绕着走 真晦气 谁知道他的街头人那么硬 主书的鸭子飞走了 大牛把人带下去关好 行程没法改变 我考虑到安全因素 只能做罢 有时就是如此 需要顾及局势 做事身不由己 我都懂 有些人不能得罪 否则死得会很快 阿龙姐不打算下船了吗 来都来了 陪你走一趟吧 我对那边环境比较熟悉 还是能帮上忙的 阿龙姐主动提出帮忙 我没有拒绝的道理 接下来的行程再无意外 过了一天船只顺利靠岸 却是等来森主管的街头人 怎么样撕在这条船上 没有错吧 他是我老大 在半路上病了 由我来跟你交接 我要是能糊弄过去 等街头人离开 绝对向森主管动手 对我懒舌 跟谁搅一无所谓 终点司主再不能受 你放心吧 数量绝对不会少 把猪仔带下船 好在对方没起异心 清点完猪仔后 待人准备离开 可这时森主管冲到码头上 他们不是我的人 快把他抓起来 十三个猪仔下船有些乱 兴森的他趁机跑了 两处误气将他们围起来 船上的人听着 他们要是敢开火 务必击火对方领头人 干产和么们的司 知道那背后里人司谁吗 没兴趣知道 我从死人队里爬出来的 威胁对我没用 慢着我们之间没矛盾 你接到猪仔任务完成 又何必管其他事 我不想引发交火 便出言呼谣 却低估他和森主管的利益纠葛 你说的对 那里人物司接猪仔 将他们完整呆回去 我们是盟友 怎么从他队了 你帮我报仇 多少马内我都给 我跟码头老板有交情 动起手来对谁都不好 还是握手言和吧 莫自舍一遍 把他缴给莫 你把森主管和他的猪仔带走 大家相安无事 否则枪一声惊动海景 谁都走不了 莫至为求财 待伤人莫们纵 森主管气得不轻 可他没办法对付我 只得愤恨离去 可惜了 早知道对方不在乎森主管死活 我们该在船上动手 大牛你的思维方式不对 在船上做决定时 并不知道如此多信息 真有那么多早知道 去买股票算了 哪还用干刀口舔血的活 我不过随口一说 有时做事莽断点 似乎不是什么坏事 对了我们的接头人呢 大牛这一提醒 我觉得办正事要紧 当即打给接头人 不多时他便过来了 十三哥好我家王多 负责给你带路 所需通行政权办好了 此行目的地在哪 现在能说了吧 请十三哥见谅 还是不行 只能告诉你在庙瓦底 要从这里跨到缅甸 再坐车往北走 算我多嘴 后续路线全规划好了对吧 我代表那边的园区 是专业街头人 当然规划好了 请你来安排 随后我们在王多带领下 一群人顺利越过泰国边境 抵达王多布置在缅甸的接应点 十三哥全部准备妥当了 我在前面带路 你在后面压车 应该没有问题吧 安排挺合理 按照你说的来 路上会遇到关卡 你们不要下车 更不要乱吭声 剩下的事交给我处理 记住了 我们出发吧 若遇上特殊情况 再进行沟通 十三哥丰富的事 我自然会造作 杨多将身份放得很低 反而让我觉得不适宜 之后车队缓缓离开 杨多说话挺客气 我觉得他好相处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 作为街头人 负责跟地方势力打交道 绝对不是善查 既然是街头人 他应该不会害我们吧 理论上不会 不过人心是最难揣摩的 为了利益 什么是干不出来 我们还是得打起精神 再把人送到目的地前 不能放松警惕 我时刻观察路两边的情况 经过几次录卡 军尾发生意外 直到倩姐的电话打进来 十三你到哪了 我已上岸 正跟着街头人走 倩姐有什么安排吗 去跟你街头的人 是叫杨多吗 是啊 关于他的信息 你们没透露给我半点 仅给我一个联系电话 稍等一下 我发张照片给你 倩姐发来杨多的照片 我看完后大惊 因为上面跟来街头的人不一样 接着我回电话给倩姐 不是一个人啊 倩姐什么情况 我刚刚接到消息 有人嘎了昂多 想不到对方还敢冒冥顶替 去码头接猪仔 麻烦大了 你们该把全部信息给我的 遇上突发情况 才好及时应对 却非得防我一手 害我陷入危险中 十三抱怨没用 有些事并非我说了算 在我得知信息后 第一时间联系你的 知道贾昂多的信息吗 不知道 等一下我把详细信息发给你 你干掉贾昂多 带猪仔去目标的交易 那支援呢 总得派对人过来给我吧 没有支援 你只能靠自己 我个人给你一句话 关键时保密要紧 倩姐挂断电话 我感觉一阵头大 看向阿棱姐 怕是要玩命了 阿棱姐怕跟着过来没有 各位粉丝宝宝们 抄前观看 在我主页置顶作品左下角 感谢理解和支持